那個... over my day body 就是這樣 對 就是這樣 你要偷... 有點想偷拍嗎 說不是 你拍啊拍 這樣 對對對 哥 米根 我是哥 米根 我是白龍 我是小樹 欸 有沒有發現 後面有一群怪怪的人 超多人 他們今天聚集在這邊幹什麼 好像要舉辦一個活動耶 哎唷 要遊行喔 我們今天要去採訪路人 因為路人不知道他們遊行在做什麼 在逛街的民眾都不知道 一群人突然跑出來 然後影響到我逛街 對 所以我們想要問那些路人說 他們的觀感怎麼樣 到底這樣遊行 實質的幫助有多少這樣 對 我們不能一直活在那個統溫層裡面 我們要跳脫出來 好 去幫他們... 出軌 對 去... 就是這樣子啦 哈哈哈哈 好 去房路人知道 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已經參加遊行 這是第三次了 或是相關動物圈活動太多次 對 然後每次都有一個現象 就當天一定會下雨 下雨 然後活動要開始的時候 雨又停了 掉好天氣了 你看現在又出太陽 超神奇的 我們要求把自由還給客戶 我們要求把自由還給客戶 好了 遊行開始了 遊行開始了 在後面 好 我們去找 趕快找平台 趕快找 我們要求、任何人 我們要求、任何人 這樣子 我們這影片會放在我們YouTube上面做播放 你OK嗎? OKOKOK OK好 對他們這個遊行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就立場很堅定 問號啊 為什麼要 原本肉食主義者的 其他飲食方案的替代品 我覺得遊行它都有 吸引別人注意的一定效果 然後吸引別人發問的一定效果 短時間內比較大的發生方法 我算是支持 就這種形式我是支持 我是饒舌歌手他事情 你說遊行這件事情嗎 我支持遊行 我剛剛有看到一些標語 但主要訴求應該就是解放動物這類的 對 遊行感受效果比較少啦 當然讓人家注意到 可能看到鍵盤啦 但是感受那個深層的意思 一定是沒有那麼的時間可以去感受到 對 我覺得現在是自媒體的時代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找一些 支持你們理念的網紅 然後去進行相關的理念宣導 對 置入到他們的頻道裡面 反正這想法對 不管是地球啊什麼都還在好 不要吃肉嘛 不要殺啊 不要殺 不要殺牛肉 不要殺豬 因為我不是本居人 所以 不習慣看這些遊行 所以對我來說沒有什麼真正的感覺 我覺得大致上就YouTube吧 就是年輕人會看YouTube 然後老一輩的應該看新聞看電視吧 遊行方面有些人會覺得有點反感 就覺得說 欸 為什麼這邊蠻平靜的 可是突然有些人在那邊 被打了 對對 年輕人是YouTube Social Media嘛 Instagram 真的 剛剛有聊到很特別是 新加坡的遊行是不是很短 你問他 你問他 大致上是不批准的 所以不可以在街上這樣子走 只有這個區域 只有這個小的公園 這個公園是要申請 批准了後才可以在那邊有 就是有一個Event 那我可以訪問你們幾個 老闆娘 那我順便訪問老闆娘幾個問 對對對 因為一直都在這邊 所以比較不會覺得奇怪 因為這邊 反常有那種 對 我們剛剛有情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路人 他經過他自己就開始露營 開始拍 就誒 發生什麼事嗎 剛剛我看到幾個拍子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在寫什麼 在寫什麼 對 然後可能 因為只是這樣走過 所以我就想 喔 喔 講動物 講動物就這樣 然後可能就覺得 喔 可能就是一些比較 就是 譬如說動保啊 或是愛動物的人士 這樣 然後怎麼樣 喔 OK 所以還是有一點點影響力啦 還是會有 譬如說 如果有粉絲款 是不能夠稍微複取一下 之類的 就是因為現在不是很流行網紅嗎 對 可能去網紅 稍微看一下 應該會稍微的比較 快速的起來一點 或是用一些比較搞笑的 會讓人家 欸 喔 你在講什麼 我想要知道你在講什麼 剛剛下超級大雨 但是那麼多人 還出現 那很好不是動不動 就啊 下雨啊 我今天不愛動物好了 就是很好 大家都勇敢 很開心 動物現在他們的狀況 沒有聲音可以自己說出 我希望有人可以支持 動他們的感覺 然後就是 知道他們的生活多痛苦了 因為我來台灣的錢 我是去參加那個 支持動物的活動在英國 我們會去 住在場 抗議 就是 不讓他們的卡車 見出 那個 就是這樣 對 就是這樣 賽馬 比賽 我們去外面 很多那個觀眾 他們想要進去的話 看到我們搬那個 馬的服裝什麼 他們會說 喔 那我們今天不去 所以如果 少一個人 進去花錢 支持動物被撒了那樣的 我們就是覺得成功 嗨 大家好 我是白米爾 我是台灣奧地利的混血 去年認識了你們 我已經吃素吃了一段時間了 然後這件事情對我 非常重要 所以 今天特地到台灣來 參加這個活動 我覺得我們在西門町那邊 走來走去的時候 就是很多路人 就會這樣看我們 對 然後覺得 好像真的有人直接 影響到 然後你可以 馬上看到他的反應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 就稍微微微笑一些 說 你會這樣偷拍嗎 說不然是你拍啊拍這樣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對我覺得這樣應該 會有蠻多人 就是 之後回到家的時候 會想說 為什麼要吃素吃到你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會引起他一個想法 對 好吧我google一下好了 或者我yahoo一下 就希望可以讓更多人回到家 然後多考慮一下 然後有可能 就百分之幾 會 真的就決定自己也 多注意一下 對 不開始改變這樣 對 為了動物 為了環保 為了我們自己的健康 我覺得 呃 煮東西給家人跟朋友吃 過生日的時候 我都會準備一個 純素的蛋糕 或者 就是BBQ的時候 我都會帶我自己的東西 就讓大家一起吃 也不會說我吃我的 你們吃你的 就是 試試看啊 所以我一定還不錯嘛 對不對 試試看 還有一個我覺得是 我買的化妝品跟保養品 一定都是純素 跟Cruelty Free嘛 就是找到很喜歡的東西 我會多買姐 然後就送給 因為大家都喜歡禮物嘛 對不對 誒你試試看這個 對然後 誒好像還不錯 那為什麼要用一個 不是Cruelty Free 既然選擇這麼多 為什麼要 就是硬要去用那個 不是Cruelty Free的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方式 比那個 就是生氣的那種好一點 但我心裡裡面常常也很難過 了解 很難過 可是 這個不是一個好方法 對 那你Vegan要有限於很有潛在心 我們才會買很多東西送別人 對 因為你一直請人家吃飯 你自己煮很便宜哦 最主要的Staple Food 全部都是純素 像馬鈴薯 飯 麵包 那些東西都是最基本的 最便宜的 然後你只要用 對的那個Saw 用醬去調一下 醬是最重要的 我都用麻油跟薑 炒一炒 然後隨便加一些菜 然後一些 不一定要素肉 一開始我比較喜歡吃素肉 可是現在慢慢就是 連素肉我都不想吃了 OK 下次要不要你來做一道菜 來我們頻道分享 哈哈哈哈 好 OK 回來台灣的時候 想看的留言 打電話給我 哈哈哈哈 其實我覺得還好 最主要都是我們這個同溫層的人 那我會希望說 有一些不是吃素的人 你可以來參加 可以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個 流行的效果會比較好 我是不會覺得 吃素肉 像我今年38歲 我覺得其實 欸看一下 這個人 你覺得他38歲嗎 完全看不出來 你吃素吃多久了 Vegan12年 其實我滿常請朋友吃素的 因為現在素食就有一個好吃 我自己覺得 我是Vegan 我不用任何品嘲 我活得很好 OK 只是說 我們人是被廣告吹苗 我們出門都是廣告 但是 我們喊Vegan 推Vegan也是廣告 所以不要害羞 今天比較可惜是 像去年就有傳單 我就邊走邊走 喔有傳單會差很多 對 因為今天下了 那我覺得人就是文字 剛剛講廣告嘛 跟業務一樣 點一下點一下 欸 我應該買房子 有人說我應該買房子 我應該買什麼衣服 我應該要吃素這樣 這個活動 我覺得他有它的必要性 就是 主要可以凝聚Vegan的一些朋友們 在西門町人超比較多的鬧區 我覺得他一定有一定的影響力啦 大家其實會蠻好奇 然後我看到一些路人 甚至拿手機出來拍照錄音 可能他不會有一個 馬上讓他們成為Vegan的一個效果 可是他可能會埋下 日後的一些種子 靠網路吧 像你們在做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就蠻有效益的 有一個很棒欸 就是經過肯德基的時候 一看我們之後 他們就沒有要進去了 蛤 真的假的 真的 是真的 然後我問你們走 他們要跑出去 我們是 傑布道財 我認為是很好 我認為 人們應該要做更多的 這種行動 讓人們知道的事情 人們在錄音機上 他們會在錄音機上 他們會在錄音機上 跟朋友們一起拍照 因為現在的媒體是社交媒體 人們會在錄音機上 說我錄音機上 我會在錄音機上 所以它會分析 它會分析 我認為它會分析 人們的信息 所以這很棒 我真的很喜歡 例如說 在錄音機上 在錄音機上 因為我們會在錄音機上 每次都會在錄音機上 我會在錄音機上 如果我在錄音機上 人們會不會在錄音機上 但如果在錄音機上 他們會在錄音機上 所以我覺得 在錄音機上 很棒的錄音機上 對 對 第一時間聽到這些東西 會想說 我們到底在幹嘛 但是其實看我們的標語之後 他一定會開始想 他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的這些事情 其實方法到處都是 只要你肯想 只要你肯做 只要你肯做 只要把你最喜歡的事情 或是你現在正在做的工作 把它跟Vegan聯想起來 就像我一個朋友 他是學畫畫 他工作也是這樣在畫畫這件事情 他就可以畫一些有關動物 讓人家聯想 是以擅長的方式 對 沒錯 對 遊行結束了 然後有採訪一些人 他們也提供了他們的想法 剛剛前面雨停了 後來又開始下雨 下大雨 我們一直奔跑 趕快 跟不上了 其實大部分人好像都對遊行的理念 有點不太理解 就只是要 他們好像要保護動物 要解放動物 對 但是真正的訴求點沒有講到 其實因為下雨 不然的話可以發一些傳單 或者是文宣 對 讓他們回去可以看一下 可以搭配愛動物 可以帶寵物來 然後搭配天氣好的話 可以發傳單 效果會更好 會加倍的好 很多人我們問到最後說 你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很多人都提到自媒體 對 拍影片啊 社群媒體上面分享這樣 店家有講到就是用比較有趣的 或是融入大家好玩的主題 來傳達我們的理念 這樣分享效果會更快 這是一般民眾的想法 就是也希望越來越多人一起來參加 來加入這個吃素 或是解放動物的行列 好 我們現在就開放大家在下面留言區討論 你有什麼想法 你覺得遊行怎麼樣呢 好還不好 你有參加過什麼遊行之類的嗎 幫都留言討論 OK 好 我們這部影片就差不多拍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影片的話記得點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Facebook的影片 記得點喜歡分享 我們每週三 週六 晚上六點 就在YouTube發布影片 禮拜天不訂車友直播 記得看見小人到那個時候到對線中置喔 好 這集沒有美食 對 歡迎去看別集 OK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10月份可能會一個禮拜三支影片 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拜拜 欸 有彩虹耶 哇 欸 好漂亮喔 分享GoVegan的影片 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宣傳GoVegan的頻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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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效果是最好的